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6分19秒 来我们要为您连线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为大家来分析 最新最重要的国际外电 老师您早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 老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国总统大选 最近这几个礼拜 美国总统大选的讯息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想先请您来 也许之前我们的听众并不是非常 没有在follow这些讯息 这样子好不好 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的党代表大会 都分别已经推派代表了 那么到底今年年底的美国总统选举 是由谁来对垒 而且更重要的是 目前到底谁的民调比较高呢 我们请老师先为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们大家来看到 上个礼拜是民主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 然后从这个礼拜开始 礼拜一是共和党 共和党大家就晓得 民主党是正式提名 就是拜登还有这个贺锦丽 那拜登呢是欧巴马时候的副总统 年龄也很大了 77岁 77岁呢 那么贺锦丽呢 他是这个少数主义 他是亚麦加的黑人和印度人的一个后裔 然后又取了一个中文的名字 那么他这个55岁 所以他有这两个我们刚才讲说 他有这个年龄的这个互补啊 性别的互补啊 而且他们的地域啊 一个是东北 一个是加州这边的这个地域上的一个互补 这是民主党推出来的这个阵容 那共和党这边当然就是川普跟彭斯 他的这个竞选连任嘛 那也就是说 两边的全国党大白大会 从这个正式确立了 他们的提名了这个候选人之后呢 那就是大白大会结束以后就明枪起跑了 那就11月要投票了 那目前的这个民调看起来呢 那当然还是拜登这个民主党的人领先 但是问题是领先的这个差距啊 其实越来越小 小就是不多 那么有各种不同的民调 当然也最多也就是9%啊 或什么 那有人就讲了 那上四年前呢 这个希拉蕊呢 领先川普的时候也是9% 然后好像赢了 但是9% 但是这个川普就逆转生 整个后面后面这个提名完了以后呢 一两个月的时间 整个又翻回来了 所以所以现在就看了 那老百姓比较关心什么东西 那么什么能够影响到选票 但目前呢 看起来当然是经济了 一个经济 一个外来的移民啊 什么的这样 那么经济 美国的经济好像变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川普 他的支持度啊 会追上来这个主要的原因 了解 我记得四年前 希拉蕊跟川普两个人竞选的时候 其实发生了很大 在投票的时候发生很大的 这个就是在投票上面的一些 不太一样的这个观察 像比如说 明明是希拉蕊的民调是领先的 可是最后呢 因为一些摇摆州的这个票数的关系 所以总票数其实希拉蕊是赢的 但是最后却是川普拿下了选举人票 那今年 今年的选举的这个状况 是不是这个状况也特别大家会关注说 好这个比如说民主党会想说 各位选民啊 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发生 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川普是不是继续跟之前老师 您告诉我们这个跟邮政的这个系统的 这个操纵操弄是有点关系的呢 对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 当然的第一个就是上的希拉蕊 他是你说就就一般来讲 他得票数比较高 但是美国的总统选举 就是看选举人嘛 得票集中在哪些州 可是呢你得票很高 但是你选举人也就这些这些人啊 那么就是这个策略上 就总投总得票数呢 但希拉蕊高 但是选举人的这票数选取来以后 但是川普就赢了 所以希拉蕊非常不甘愿嘛 所以他就呼吁说 这次党不要再重蹈覆辙啊 那么应该你要想办法 当然民主党要多一点人啊 那那么当然 那当然这里面就看到很有意思啊 你说在这个希望的得票率 能够充高一点 充高一点才能够避免这种情形嘛 那么在这里那当然得票率 当然你刚刚讲说 我们上次也谈到说邮政 邮政呢很多人就是这个通信投票 通信投票呢 通信投票呢 那么川普呢本来进行各种的邮政改革 以改革之名 事实上那民主党就说 你就让这个 这个比如说我先投票 那你让这个分发的这个信件的 这个机器你也把它移走了 人工又严重不足啊 那那么那那你说这个 这个投票就算多少人 多少人通过邮政的这个 通信投票 结果到时候算不出来 或者这里面可能引起争议啊 那共和党就那里面常常有什么争议 可能你比较容易做票 或者什么反正各有不同的说法 那不同的说法那当然也有人讲说 那是有外国势力来影响到邮政的这个投票呢 通信投票 后来美国的这个 这个FBI什么调查说 应该没有外国势力 没有外国势力 后来在割压力之下呢 邮政改革 或者所谓的这个 主动的这些 就改革的事情就暂停了 要不然的话 你说民主党继续攻击 继续攻击 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 共和党这一次呢 几乎都是分裂的 所以你看这共和党 共和党在民主党的大会里面 共和党过去些大佬 然后就像国务卿 鲍尔什么都跑去民主党里面去讲话 那共和党这边 选听听川普之后呢 同一天 有27个前共和党的国会议员 宣布说我加入民主党那边去支持拜登 那这上个礼拜 有七十几个前安全官员 那么就是联邦电话局局长 前联邦电话局长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等等 他们也说这个川普是破坏民主什么的 我们支持拜登 那很多知识人士呢 也都在报上了发表文章 对美国民主感到非常忧心 很多人甚至在川普的这个竞选 或者共和党的讲话里面 你发现都是他们家自己人在玩 因为不合的人就输去了 不去 所以讲话就是什么 他儿子啊 他什么 就是他自己亲信自己在玩 而且有人讲说 你那个讲话是谎话连篇 哪些数据是错的 哪些指控是错的 哪些自我包装是错的啊 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那老百姓是怎么看 他们是怎么选 我们就看了 那当然也有人讲说 很有意思 就是拜登啊 拜登就有一些专栏作家就讲说 拜登你不要以为你稳赢啊 因为川普的这个后劲很强 川普的攻击 那川普当然说他是正面选举 但是他选举的时候 他也提出很多负面的 就是攻击拜登嘛 那拜登就说 你要表现你是领导啊 他们讲的最简单例子 比如说如果有科学家告诉拜登说 你今天要封城 要对抗的疫情 你会怎么做 拜登说那我完全就听科学家的意见嘛 那批评者说 不是啊 你要领导啊 你不是说把重要决策去推给这个科学家 要就是作为经济上 社会上有很多的冲击 你必须适当做决策 所以你要展现出你领导的这个高度 和领导的魄力 你这样才可能赢啊 那也有人讲说 如果真的再选下去的话 万一拜登什么问题 你们想过 他的副手是个女性 有色人种 少数民族 美国是这样准备好了 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人 万一有一天他当总统呢 这样子一想以后 这个票就开始犹豫了 而且他大部分 70%的选民是白人的 那你讲出来 那白人里面 还有拉丁裔 白人少数民族 拉丁裔里面 支持川普的比四年前多了一点 所以这里面 真正选出来是什么样的变数 其实还不知道 所以美国选举就很有趣 虽然多少人希望说 美国能够回归正常 所以你问美国知识分子 他们大家都说希望是 拜登这一组人能够获选 但是投出来 知识分子跟草根的这个票 他们的想法是不是一样 2016年我们惊奇过一次 真的又惊奇就不知道了 对老师 你从您刚刚的回答 其实我们可能有一般的听众 心里面也许会有一些疑惑了 就是说美国不是已经 第一个它是个民主国家 第二个它历经之前的那个 种族冲突事件 这过去这段时间 今年以来 其实有很多 对不对 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来讨论过 可是历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难道对美国人 投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自己的总统 难道没有半点的这个警惕吗 或者说是在种族问题上 大家没有反省吗 因为种族警惕 那当然是大家觉得 你当然黑白的问题就蛮严重的 你看最近威斯康斯里面又发生过 刚刚才前几天又发生过事情 黑人被人会背后开枪 那你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也有一些白人 实际上就表示说 民主党操控的这个议题 有点过头了 甚至很多民主党议员 不是因为以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 单膝下跪 然后好像跟黑人道歉 然后一路反省 甚至反省到他们开国先贤 比如说杰弗森总统 他们以前是不是也叙了黑奴 也怎么样 哇那你叫无限上纲 然后你要对黑人嘴上的道歉 那白人嘴巴里不讲 心里想说天哪 那这样子下来 都没完没了 所以这也有人讲说 也有这种白人内心的会议种反弹 那这种反弹是什么样 这是当你嘴巴上当不能讲 但是心里上是不是这样想 你看欧巴马当选总统以后 人家说美国种族问题终于没有了 黑人当总统 但实际上不是啊 他们心里还有能让白人分手不平啊 那还有很多白人 这个就有些包括欧巴马说 诗香哥是不是申请奥运 因为他的这个家乡 那很多白人就说 那我们才不要支持呢 那就这样 那很多白人就准备移民 所以美国人的白人就很郁闷 那黑人当总统说他们想移民 那是他们小布希的时候 单边主义 他们不太喜欢他的政策 很多人不太小布希也想移民 后来黑人上来就想移民 黑人完了以后呢 总是有点正常了吧 结果又来了一个疯子 又想移民 所以美国人讲 是有没有比较正常一点的人 所以这就很多 这私下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批评 那这些可能 我们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很仔细看 他最后会怎么反映在 最后投票的一个结果上面 是 真的 要看美国总统大选 能观察的角度太多了 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就要请老师 持续我们关注了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品为您连线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在节目中 跟大家首先关注 美国总统大选 最新最热门的一个进展 同时你也看了一下 今天算是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观察 每一个面向 老师 接下来我们看到上礼拜 您跟我们提到过的 白俄罗斯的动荡 当然 六度当选总统的卢卡申科 现在有人走上街头 听说是走上街头 人数还蛮多的 这个情况很热烈 对 因为他们已经抗议了两个礼拜了 那礼拜 本来以为说 陈一阵子逮捕之后 那么结果应该会振折着一些人 但是没有 他们还是继续说 基本上就继续抗议 那么鲁加申科 当然也非常的珍奇 所以他后来出现了一个画面 他都带着自动步枪 穿着防战衣 自动步枪 然后他说 我跟你衣服干到地 那你呢 最主要的 他是跟这个俄罗斯普京 那边去进行诉求 他希望俄罗斯要支持他 这主要原因 他从地缘政治来看 他说你看看西方的 像围堵俄罗斯 你波罗的海三国 你乌克兰 那你看着俄国西边 波罗的海三国 乌克兰 那现在西方就一个缺口 就是白俄罗斯 如果白俄罗斯倒向西方这边 刚好河隆就围住了这个俄罗斯 所以你俄罗斯呢 不只是我吗 那么欧盟呢 当然也警告俄罗斯 这个白俄罗斯不是乌克兰 你说你入侵了乌克兰 后来你把克里米亚拿走了 那你现在不能再来 所以俄罗斯当然也是警告 批评他反对派的领袖 那个女性 吉哈诺夫斯卡亚 吉哈诺夫斯卡亚 说你这躲在立陶宛 就你讲的话根本就 就是你也没有要对话 你根本不正面 他也警告 所以俄罗斯也告诉西方 说你们也不要介入 西方也没有介入 俄罗斯也没有介入 在双方就施加压力 就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怎么样的和平解决 那鲁嘉生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用的方法就是消耗战 他慢慢跟你耗 他不是大规模的去镇压 因为你想大规模的镇压 非常暴力镇压 然后人们必然反弹 必然反弹以后 国际上一势力介入 那他就垮掉了 所以他现在用了改变策略 用的方法是慢慢跟你去磨 他也许选择性的改补这一两个人 然后就开始去怎么审讯呢 然后伸压力 他也不用大规模的镇压 就看谁耗得久 那你说在这种情形 你说明不与关斗 老百姓到底你说 到底在经济又不好的 又是疫情的压力之下 能够走上街头 到底能撑多久呢 对 你又撑不了多久的话 那是他 最主要深刻一方面 他降低他的强度 他是选择性的逮捕 但他还是不让步 他就讲了一些语言不详的让步 说可能怎么样就怎么样修宪 修宪以后限制总统权力或什么 他讲出来也没有具体的承诺 也没想法就画个大饼 画个大饼 然后开始就跟你消耗战 所以我们这也变成一个 很好的一个个案研究 就是他等于是欧洲最后一个 一个专制独裁 一个强人 那他怎么保住他的位置呢 他也晓得只要他一强硬的话 国际压力一来 一制裁一来 什么的就玩不下去了 那么老百姓可能不了了之 所以很可能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鲁家深刻当然也保住了他的位置 那么这一个可能是 这个白俄罗斯的革命 就是一夜没有翻过去的历史 一夜没有翻过去的历史 这句话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大家 一起来深思 真的很棒很棒 好 这个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置评为您连线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了刘老师 他刚刚呢 为我们来解说 有关于白俄罗斯目前最新的状况 事实上呢 白俄罗斯他的地理位置 还有就是他在这个国际地位上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 因为这关系着 整个国际县市的一些平衡 老师我们既然刚刚有提到 白俄罗斯里面 有提到这个普丁俄罗斯的情况 我记得上个礼拜 就看到这样的新闻 我觉得很匪夷所思 在我们看来 就是说 这个俄罗斯里面只要是反对派 好像这个人物 这个反对派的领袖都会中毒 变成一个共同的现象 这还蛮值得大家来观察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在觉得 说你暗杀 暗杀了什么的 好像就是俄罗斯的传统啊 就是不管你是反对派领袖 或者我怀疑你是便捷的情报人员 也许你本身是双面谍 你帮俄罗斯 结果你也去帮英国或什么 但我怀疑你不忠诚 那俄罗斯的传统就帮你去小毒啊 很奇怪的一个传统 那么就下毒 下毒以后 然后他当然失口不承认 所以我们想的 那么最近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他的反对派领袖的 纳瓦尼内 纳瓦尼内呢 他是在 在这个 托穆斯克 就是要飞往莫斯科 他的国内航线 托穆斯克你想 他在他那个机场的休息室里面 不喝了杯茶 喝了杯茶 然后上飞机以后就 出现问题了 这问题 然后就休克 什么感觉 他们随行的人 就说他可能被中毒了 中毒你送到莫斯科的医院 莫斯科医院 但是医院说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中毒啊 没有中毒 那医院的家属 当然不相信嘛 不相信 当然希望说到德国去就医 那这里面有一个 就梅克尔总理 有玩一个非常精致的 就是他没有 他没有直接打电话给普丁 说这个人放给我 没有 他是透过芬兰的总统 芬兰总统呢 就跟普丁说 那如果把这个人弄到飞 放到德国去就医 那你们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 那普丁说没有 那起码你可以看到 一个小国在问 并不是一个德国 直接叫俄罗斯 跟俄罗斯施亚 是 转转透过芬兰 那就俄罗斯有个面子 然后你想的 那因为并不是国家 不是国家介入 那你飞机是怎么飞呢 那是俄罗斯一个企业家出钱 俄罗斯的企业家叫西敏 他出了钱 那包机是什么呢 德国有个叫和平电影基金会 然后由这个 德国这个基金会呢 这个负责包机 俄罗斯出钱 把这人呢 就送到了 送到了德国 送到德国检查 一检查 结果在礼拜一时候 把我出来说 有中毒 这些人没有中毒 有中毒 那当然 欧盟就说 那一定要调查清楚 那个水罗斯出 那梅克尔兰说 这也要调查 好了 那现在就是有意思了 俄罗斯说没有中毒 德国说有中毒 好 不管有没有中毒 那这个人就变成 俄罗斯跟德国中间 一个外交问题了 这事情 现在又怎么解 那你说两国是怎么谈 那谁要承认错 那个谁来背这个黑锅 好 那么为什么会中毒 这可能查出来 又讲不清楚 那是不是又是不了了之 然后一定 你说以前中毒以后 英国或者中毒 我制裁俄国 那俄国已经被制裁了 因为克里米亚问题 老早被制裁到现在 你还有什么方法对他 所以这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接人容易 那后来怎么收场 所以这个也变成 大家现在看的 一个大家外交上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老师您刚刚提到 就是也是芬兰来说这个话 然后送这个纳瓦尔尼 出国的这个 不管是企业家出钱的也好 或是怎么去送出国的 飞机的安排也好 都是周边 大家为什么会对 这个普丁这么的 投鼠忌器吗 还是都非常非常的忌惮 为什么 对因为 因为你想到普丁的个性 俄罗斯终于是个大国 那我们 如果说你说放不放 我们重要是要这个人 要放出来 要治疗 那你让普丁觉得还没面子 他一下火大 不放得出来也是没用 所以他就说 透过一些外交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精致的 一个细致的安排 就让不要说 你说你看 如果是德国政府派个飞机 到俄罗斯把人给接出来 那俄罗斯说 那你不是我的主权 我国家的面子 那非常完全是 你民间的事情 他表示俄罗斯要强调说 我没有介入 那如果 如果我去阻挡 那不是坐实了 是我下的毒吗 那俄罗斯下的毒 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中毒跟我什么关系 就是他可能吃了一个 不干净的东西 或者他这东西上面 可能中毒 那跟我普丁什么关系 我没有关系 那你们 你们要一直要 你们去医嘛 因为反正也不是我害的 所以普丁这边也坐着 坐着 他甩着干干净净的 然后你就看 看着德国就把他借过来 德国当然了 因为他已经甩着干干净净的 所以最后只能说 这是中毒 那普丁说 哎呀 我想最后的方法就是中毒 哎呀 我们很比较同情 或者什么 反正也跟我没关系 不是我吓得毒 也就不了了之 好 这真的是 非常匪夷所思 在俄罗斯只要是反对 或者是辩解 可能下场都一样 这个跟我们跟大陆拍的 宫斗剧一样 宫斗里面不小心就中毒 太多毒药了 太多毒药 这很可怕 他们俄罗斯是不是跟 唐门移民有关 题外话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 志评为您连线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 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 为大家来解说 重要的新闻外电 老师 谢谢您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